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我们在沙发的第二天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在室内游 首先我们来到是一个水上的清真 是一个非常网红的景点 现在来到了一个超级网红打卡的点 就是沙巴大学的粉红清真寺 刚买了这个Mr.Mango超级好吃 我买的是那个牛油果 它里面还有冰淇淋 然后牛油果上面还有水果 超级好吃 我们来到这边出海了 一冲就可能会导致一些他们的建筑会损掉 他们每到两旁有房间的他们就会把速度 满下来 在沙巴旅行的时候乘船游览红林湾 行船会交替快慢行驶 导游跟我们解释说 当船行驶太快的时候会激起较大的波浪 影响到水岸上建造的房屋 影响到水岸上建造的房屋以及渔船 所以会适当地减慢行船的速度 忽然觉得人生不也是一样的吗 不是总要一股脑地往前冲才叫进步 偶尔减慢速度 放慢脚步 也是生活的技巧 人生时有快慢 记得守住自己的节奏